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你可以改变你自己 最近看了一个泰国的走信短片 只有你可以改变你自己 短片里讲述了一个胖女孩的故事 女孩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村庄 因为很胖 从小就遭到同龄人无尽的嘲笑和欺负 猪头肥老 无数次当女孩从噩梦中惊醒时 耳边总是回响着这样的嘲笑声 为此女孩很痛苦自卑 想要变漂亮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女孩的奶奶告诉她 村子后方山丘上有个枯井 有一个传说 无论谁用水把枯井灌满 玉黄大敌就会现身 帮助她实现一个愿望 听完奶奶的话 女孩抹干脸上的泪水 抹得生腾起无限的希望 为了得到御地的救赎 她决定去把那口枯井灌满 于是提上两只空木桶 脉动步伐 坚定地开始一遍遍挑水的路程 从此不管别人如何嘲笑 也不论风吹雨淋 就算手受伤也不停下 是要水满枯井 终于到了井满水溢的那一天 女孩抬头高喊 玉帝你在哪里啊 可空荡的山上 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的身影 以为又是一场梦的女孩 却在低头的瞬间 看到井水倒映出的清秀脸庞 和苗条身材 原来在每天坚持挑水的过程中 女孩已经不知不觉变瘦了 短片的最后有一句话 只有你可以改变自己 对的是天天做 说白了就是告诉我们 要想让梦想照进现实 就必须行动起来 把自律此刻到底 否则你连自己都管不住 生活凭什么优待你 人生的核心问题就是自律 二 自律到极致的女人 让人望尘莫及 有朋友问我 你认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自律 理由很简单 自律的人能够更好地 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这种一切皆在掌控之中的安全感 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我曾经在一个讲座上认识了一名女性 在听了她的故事之后 我对她佩服至极 她原来体重是180斤 但有一天她下定决心改变自己臃肿的身材 于是用了18个月 她减掉了半个自己 为了克服熬夜的毛病 她说做就做 每天10点睡觉 4点起床 坚持到现在 都说熬夜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戒除的瘾 但她却做到了 而且那时她还是一家大型公司的高管 身边的朋友们看到改变后的她 都争着问怎么做到的 她说也没做什么 就是每天做好该做的事 她的经历让我想到了大S 大S生完宝宝后 身材比以前丰满了许多 而她用一个月的时间瘦了10公斤 回到了原来怀孕之前的身材 汪小飞发了一条微博 感叹老婆大S惊人的减肥毅力 真的很服我老婆 怀孕的时候想吃麦当劳肯德基 因为以前一直吃素 趁着怀孕放纵一下 结果这两天开始减肥 突然各种运动 什么都不吃了 我丈母娘总跟我说 飞 你老婆想要做一件事 是谁也拦不住的 我体会了一下 她确实很有主见 一个月瘦了10公斤 我们总是在看到别人的成绩之后追问 你是怎么做到的 平时都做些什么 怎么才能减肥瘦身成功 有什么方法吗 我们亲献别人结果的美满 却很少关注过程中的点滴 到达终点的路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明了 想要瘦身减肥 就得管住嘴 迈开腿 想要早睡早起 就得放下手机 可却嫌有人真能做到如此般自律 别人今天的日积月累 早晚会成为我们的望尘莫及 三 关键20秒是自律的开端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说好要瘦成一道闪电 却总是忍不住多夹一块肉 因为世上没有美食不可辜负 说好今晚不熬夜 十点就关灯上床的你 还是刷电视剧到了半夜 因为剧情太精彩 说好一个月内要读完一本书 结果书签夹在的第三页 就再也没动过 因为工作了一天实在太累 坚持的理由可能只有一个 但放弃的借口 却可以有千千万万 养成自律 首要的功课之一 就是破除找借口的倾向 正如法国作家弗朗格所说 我们所犯过的错 几乎都比用来掩饰的方法 更值得原谅 如果你有几个 令你无法自律的理由 你就必须要认清 它们只不过是一堆借口罢了 其实要破除借口并不难 心理学家肖恩认为 意志力是一个极其有限的资源 我们运用意志力越多 意志力就越消耗得厉害 许多时候的借口 往往都是意志力不足导致的 因此要破除借口 形成自律 就要减少意志力的消耗 在《快乐竞争力》这本书中 肖恩提到一个关键20秒法则 能够有效促进自律的行为 她曾在自己身上做过一个实验 在21天里养成每天弹吉他的习惯 结果失败了 她总结到实验失败的关键 就在于启动能量的20秒 吉他被放在壁橱里 既看不见也触摸不到 虽然壁橱的距离并不远 但从卧室走到壁橱 取出吉他 这20秒的额外努力 却成了她弹吉他的主要阻碍 曾努力用意志力克服这一障碍的 她只坚持了4天 能量就耗尽了 后来她把原本放在壁橱里的吉他 取出来 花点钱买个吉他架子 把它放在卧室的正中间 使吉他变成触手可及 弹吉他的习惯便如愿养成了 20秒规则的关键就在于 减少启动时间 减少意志力的消耗 因此 如果你决定第二天要早起锻炼 又怕自己做不到 就干脆穿着运动服睡觉 并把运动鞋放在床边 当你第二天起床时 必须做的就是翻身下床 把脚放进鞋里 然后出门 启动一个积极习惯 所花费的精力越少 习惯就越有可能坚持下去 亚历士多德说 要成为优秀的人 我们不能只有优秀的想法 和或者优秀的感觉 我们必须优秀的行动才行 关键20秒 就是促成我们优秀行动的开端 为什么自律的女人 总是能够散发出一种 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 杨将先生在他的百岁感言中说过 人寿几何 碗铁能炼成的精筋 能有多少 但不同程度的锻炼 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 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 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这番话很好地解释了 这个气质是怎样通过自律练成的 你是自律还是放纵 都会在你的谈吐 处事 举手投足间 自然显露 要修炼这样的气质 无论何时 都要能坚持要求自己 而不是刻意展现给别人看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慎独 意思是独处的时候 没有他人的干涉和监督 凭着高度自觉 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 做人原则的事 真正高级的自律 就是要能做到慎独 不是把家里收拾干净的同时 却在离开酒店时 留下一床的狼藉 不管环境多么纵容你 你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保持自律的气质 或许他暂时不能改变你的现状 但假以时日 他回馈给你的一定让你惊喜 网络上看到这一句话 当你知道自己想要去哪儿 并且全力以赴奔跑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正所谓做到极致 清风自来 愿每个人都能修炼出一个高度自律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